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质量还可以 当然球速力量不是那么快那么大 人全在这一边 这边过来以后 可以倒了 处理的不错 后点这一下稍高了一点 想去给迪亚哥投球 但是这下没顶到 你指着沙耶伯这个年龄去防一个外援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方知道了这点之后 他会更多的去打这一侧 这边完成了抢断 还在往前走 这一下给出来了 萨里奇前几球传得不错的门前 这次有机会 有人 这一下大门 这一下球进了 这样的话在比赛的第30分钟 这11号伯阿基耶的进球 但是看看场边 他的表情好像不是特别兴奋 这就是使力而介入 或者说干脆去 下半已经举起了 是 看一下 还需要再去回看一下 但是就像刚才甲子说的 萨里奇刚才的低脚处理太漂亮了 任凤当初中把球给送出来了 这球是进球有效 对 这样的话在看完之后 余明辉是指向了中圈 这样的话这个球是没有越位的情况 进球是有效的 在比赛的30分钟 当然看完威压之后是来到了32分钟了 伯阿基耶的进球将比分给改写了 现在场比分来到了青岛海牛1比0 深圳新奔城 就这一下 你如果看场地上画的线 确实 这个5号宋岳 他是卡着线站 但是接球的这个王健明呢 他实际上身体是在线后边的 这一下其实深圳这边的门将 魏敏哲是有机会把球扑出来的 他的手已经是先碰到地了 那你必然是得是球队实力非常强的 你都是两三百万这种大腿级别的球员 才有可能完全去实现这种目标 看戴戴俊 这下来一脚远射 这下是稍稍的偏离了球门 要差的空间 改写完 目前这一下 再往中路去送 这下给的不错 再去往右边分 空档比较大 戴维俊这下给进来 投球的空间 在门前 这一下是其他海牛的门将穆鹏飞立功了 这一次确实 在右路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充分的空间 戴维俊船的质量也很高 看一下青岛海牛这边 康瓜拿球之后往前去送 二打一的机会 这一下 又去掉队 还有 还能去补门前 给到了左路 这球给的不错 看一下康瓜的发挥了 蔡里奇 这下中间 这一下投球的攻门 稍稍的偏了一点 这下过来了 右边也可以分 还是在观察 好球 中路还是有机会 阿永迦 对方全回来了 外围大一脚 好这一下是偏离了球门 这样的话 球权还是在海牛这边 这个时候主材派牛明辉 没有再给更多的时间了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最终 听到海牛在主场是1比0 凭借着华吉耶的进球 是战胜了深圳新风场 这些终于艺难新的风际 都会让我们在带海牛市市里面 可能会有辞结症的